今天我们要先接一次接到水 但是我们会配一个水龙的接水管 把这个 这边是接自然水的 然后这边是排水的 就我们会配一个排水管 把排水的接进来 然后这边的另一端 就接你的排水口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根这个 那是电源线里面有三根红线 一根蓝线 一根红色的地线 三根红线是要接火线 然后蓝色接零线 还一根红色的线是接地线 这边已经接好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打开它的 那个机器的主电源嘛 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是回到开机这边 然后我们就先点 Shit进去 它这里面有几个标准 这个是AATC16 这个是美标嘛 然后AATC16 这个是AATC美标的第四项 然后这个第三项 这第五项 然后还有一个GPT847 这个是国标 国标 然后比如说我们以国标来举例嘛 这个有个TEMP就是它的温度 湿度 黑板温度 浮烧度 还有时间 就是就是它要晒的一个时间嘛 然后来个铃银状态 我们在国标是不喜欢铃银 所以它就是 它是关闭了 然后这个有个 先登领暗的领暗 我们这个巴射机 它是要曝晒 那比如说我们设置个20个小时 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进来 进来之后就可以 可以可以到那 它的那个工作界面 工作界面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设定的 这一排是设定的值嘛 比如说我们刚才设定 33度 40度 的湿度 然后47的黑板温度 不知道都是1.1 那运行20个小时吗 然后这边 这边对头是他的一个实施的值 你能30.7啊 75.3 就是一个仓内 你去仓面一个实施的温度跟湿度 然后这个是黑板温度跟浮沫度 然后这个是他运行的一个时间 我们现在还没启动 所以运行时间是零 然后把灯点起来之后 就可以看到看到 浮沫度跟黑板温度 那这边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比如这个是连岸的开关 然后连异的状态了 连岸的状态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运行时间 还有先登连击时间 就是现在连击时间就是先登 先登就是你装了一个线灯之后 他总的运行的就是你点灯点的多少个时间 他会一直连记在这边 然后这边一个反进温度 就是先登冷却的时间 就是你关灯之后 他要等五分钟左右才能关电 等他先登完全冷却 这是一个设置的一个界面 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刚才这个 然后我们仪器里面有类似他八个长期的这个标准吗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标准 然后比如说你想要我们这边还已经来支持有四个四个自定义 就是比如说我们选个自定义一 这边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自己设置的 比如说你我们现在试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三十八的一个温度 然后五十的湿度 然后这把温度是六十三 然后浮躁度是一点一 然后运行时间比如说我们是2000分钟 然后这边运行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关闭跟打开 那这个是连按的一个状态 Nite 是零 然后这个是暗铁 然后这个是总的运行时间 因为我们运行过两百个小时关闭 把这张点确认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自定义 就是你可以自己想要自己设置 比如说我们其他标准的一个参数嘛 那我们现在已发射器了 这个标准还几个例子 这边都设定好时间 这种点击确认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样品放好之后呢 就可以点击启动 启动呢 运行之间就会开始起始 然后点完启动就是要把灯点起来 运行时间结束每个20个小时 结束了之后它会自动的自动的那个 自动的结束 它那个运行的状态会自动停止 这里 介绍一下这个里面 我们里面有一个这些是 这个是黑白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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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你要测试几个你都可以 你这边排骂 然后拆好样品之后呢 用这种定书器 把人在这边定书 定在这里 然后你这边可以同时塞好几个样品 然后我们用这个 这个这个片这个是三分之一的 你可以自己的标准 你可以选择二分之一的 然后这个片好 然后这个这个 然后我这个卡住就行了 这样子它这个样品就换好 这边就是可以就是进行曝晒的 然后这边盖住的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没有进行曝晒的 然后平常你做完实验之后 你就根据这两边的一个特色情况 就跟FICA能不能对比 还是特色的几级嘛 就是这个就是装样品的过程 然后你这边都可以弄哦 也可以用这个 然后我们像我们这个装样品之后嘛 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去 其他样品也都可以放是一样 这边我们这边是一个运行时间清零 比如说我们现在运行时间一分钟嘛 然后你想重新做的话 就可以等下仔细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曲线的一个功能 这个是我们做实验的时候的一个曲线 就是参列的比如参列的温度啊 湿度啊黑白温度浮躁度的一个实施的一个值 然后这边是可以查看 查看前一天的后一天的一共可以保存三天 这就是我们之前做实验的一个数据 你看现在温度啊湿度啊黑白温度啊 浮躁度这边都有嘛 然后这个是这样的曲线 这个是仪器的型号变成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叫叫准叫准的一个界面 这个正常情况在客户是不需要用到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然后这个是一个工位的一个暴彩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刚才放了一个红色样品 我们给他打勾吧 一刚才是他的一个一个样品 然后我们点打完勾这点械腾 械了完之后呢 他就会记录记录你那个一话工位 就是你自己标注一了 看总的一个暴晒的一个能量 所以就在这边有个能量查询吗 这个是这个是公寓设置吗 一共有有48个公寓 然后可以查询 比如说你一打完之后 你又可以查询一 然后有个查询 查清完这边那里晒了晒了晒了 晒了十个小时啊 多少时间 他这边就会有有统计出来 这个是时间 这个是一个能量 这个这个是一个暴晒等级吗 然后你喜欢相应的公寓 那点查询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理系的 是青年轮的标志 然后这个是所有就是 所有的公寓青年的 我们刚才讲了有48个呢 然后这两个地方有48个 我们都可以打过这些 就是你对应的样品 你给他标记好的时候 你给他打完勾说 在他就会记录你这个样品的 对应编号的 这放的一个暴晒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点着启动完之后 启动完之后把新灯打开 他现在开始运行的 这个是一个旋转的一个标准 代表里面的 这样就要再旋转 然后这是我们的点一线灯 这里面的灯就亮起来了 然后样品就会在晒 然后晒完20个小时之后 他会就我们刚才是20个小时 晒完20个小时之后 他会自动自动的停下来 这时候你就可以把样品拿出来 去去评级了 结束了 这个就是他的运行的状态 然后你看他这边就会有那个黑板温度 然后浮躁度 因为我们刚点灯嘛 他这个调节的过程中 他大概等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他就稳定 稳定到你跟设定值得差不多 因为他要调节 需要调节这个过程